哎呀!今天天氣真好! 冬日裡的陽光最享受了! 對啊!在冬天曬太陽,好舒服喔! 欸!小光!現在好像可以不用戴口罩了耶! 對喔!已經可以不用戴口罩了!脫掉脫掉! 我已經受過這個東西了啦! 我也是!現在是冬天,還好一點! 夏天的時候真的很熱耶! 真虧我們這樣撐了三年! 已經三年了啊!最近看到有一個新聞,說人們已經習慣戴口罩了 對於要拿下口罩這件事情很焦慮 因為對自己的臉缺乏自信,怕拿下以後別人會對自己的長相失望 尤其是郭高中生!他們這三年間啊,從入學到畢業,幾乎都戴著口罩 所以對於脫口罩這件事情很緊張啊! 蛤!這麼嚴重啊! 對啊!還有看到脫口罩就像沒穿衣服這種說法了! 說到脫啊!這個字本來的意思是把肉剝皮去骨,剩下赤裸裸的肉塊 搞不好脫口罩的我們就像脫了皮的肉一樣呢! 啊!原來脫的本意這麼寫心的嗎? 是啊!脫是形身字,從肉部對身 小專寫作這樣,除了剝皮去骨之外,還有像是逃脫,脫落等等 總之啊,脫就是有離開某個人事物的意思在裡頭啦! 突然覺得我們好貴子,從脫口罩扯到這裡 好像是吼!總之啊,可以脫口罩,我自己是還蠻開心的啦! 好久沒有像這樣呼吸新鮮空氣了耶! 真的!新鮮的空氣最好了! 也希望大家不要為自己的臉感到焦慮! 大家都是最獨特、最可愛的!要跟我一樣有自信!